每年國家考試總是吸引大批青年報考 就是希望能夠考上公務人員 因為鐵飯碗的工作穩定 除了固定調新 還有各類福利補助 是不少人心目中理想的工作 但實際情況可能跟想像中不太一樣 根據考試院統計 實際總報考人數從2012年79.5萬人 漸漸減少到2022年降為34萬多人 10年減幅達到了56.12% 也就是只剩下不到一半的考生 想要捧鐵飯碗 我是有去想要去考公務員 就是像剛剛講的鐵飯碗 考上之後你就感覺 做那些工作然後就可以領那些薪水 新加坡政府的高素質表現 全球各國引以為模範 看看新加坡公務人員年薪最高200萬薪幣 換算台幣4500多萬 等於一個月375萬 台灣公務員薪水就連領最多的 總統月薪51萬台幣 竟然差了7.3倍 人類銀行分析除了少此話之外 關鍵在於沒人愛一成不變的工作型態 八九年級生來講的話 他們可能覺得說有時候工作太穩定了 並不是他們剛出社會的時候 想要接觸的這種工作模式 新加坡公務人員退休金 全部來自於公務員 每個月上繳的中央公基金 也就是說公務員自己養自己 但台灣公務員由國家養大不同 看樣子鐵飯碗的確越來越不吃香 記者王志文 王一仲 台北報導 周誰 王一仲 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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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傑 adjusting nah允 hospitals 생 때� tropical亞洲 呼救了